哈囉大家好,我是鱼魚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怎麼利用LINE去掃描手機上面直接出現的QR Code 但是那個方法需要先截圖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不需要截圖也可以直接掃描螢幕上出現的QR Code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網站 上面這邊有三個QR Code在這裡 那我想要去掃描它的話該怎麼辦呢? 其實非常簡單 你如果是在網頁上面看到圖片的話 你只要點住長按它 這個時候它就會跳出來 裡面你去選擇一個 使用Google智慧鏡頭搜尋圖片 把它給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它就會去搜尋了 那因為這個地方它有三個QR Code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點 比如說我點最右邊的QR Code 它就會顯示最右邊的QR Code的網址 會顯示在這個下面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選擇網站就可以前往 或者是你要複製網址起來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點左邊的 它就會去搜尋左邊的 點中間的 它就會搜尋中間的 那因為它剛剛中間這個地方 它是已經有網址在裡面了 所以像這種就直接點就可以 那我們再換一個試試看 比如說我現在找到一個有QR Code的地方 像這裡好了 維基百科 那這個我一樣長按 然後選擇 使用Google智慧鏡頭搜尋圖片 進來你就發現 它就直接搜尋到這個QR Code 而且上面是有網址 就直接顯示出來給你看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QR Code它到底是連到哪裡 那一樣你只要點一下這個網址 它就會直接連到維基百科這個頁面去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遇到的 不是網頁上的QR Code 而是人家透過LINE或其他方式 傳給你的 那像我現在打開LINE 人家傳給我的圖片 我這樣長按它不會跳出任何東西 這時候我們就要使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搭配Google語音助理來幫忙 那每台手機開啟Google語音助理的方式 就是不一樣 有的可能是長按電源鍵 有的可能是長按Hone鍵 有的可能是用語音的方式喚醒 不管 反正你就把它叫出來 那像我的是長按電源鍵 所以我現在先長按電源鍵之後 當它跳出來 左上角這邊 它其實是有一個搜尋畫面有沒有 你就把這個搜尋畫面點下去 它就會去搜尋你現在手機上面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在手機上面出現的QR Code 它都可以直接用這個方式去點啦 那你找到之後你就會發現它這裡有把QR Code框起來 上面還有給你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你直接點它就可以直接跳到那個網頁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方式 只要這個QR Code出現在你手機的螢幕上面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執寫 即便是剛剛在網頁上面的也是可以 可是我是覺得網頁的話 直接長按可能會比較快啦 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方法 那最後也來說一下截圖的方式怎麼處理好了 首先你就先把QR Code截圖下來 然後你就打開你的Line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有Line吧 打開之後你找到左下角這邊有個主頁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在這裡你會看到有一個掃描的圖示 你就把這個掃描的圖示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你會看到右下角這邊有一個框框 這個框框裡面是圖片庫 你把它點開 然後找到你要掃的那個QR Code把它點下去 這時候它其實就已經掃描完了 網址出現在這個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點它就可以打開 所以這個是透過截圖的方式 然後再用Line去打開來做掃描的方法 也是可以使用 如果你覺得前面的方式 你真的都不會用的話 那就用這個方法吧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個不太喜歡截圖 常常截圖了又忘記刪的人的話 那也許你就可以考慮 用我們剛剛前面的兩種方式 在不截圖的情況之下 就去讀取手機上面的QR Code 好啦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其實我還蠻討厭經過截圖的那個步驟 因為我常常會忘記刪 然後我的手機又會自動備份到我的雲端跟NAS 變成說我之後要刪的話 就要一次刪三個地方 有點麻煩啊 所以呢 對我來說 能夠不截圖就直接讀取還是比較方便的 那我相信應該也有一些人有這個需求吧 就把這個方法分享給大家囉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